最近龙头金可正式收购了中国大陆的太阳眼镜品牌 预计连同旗下的海昌 海力恩等等的新品 在明年2月份可以全面亮相 他们更计划砸下了3亿元人民币在两岸行销强势站 隐形眼镜市场高成长动能 就连电子大厂大力光华硕等都争相卡位 金可不遑多让大打明星销售站 明年更计划砸下3亿人民币 约台币15亿元强大行销广告 每一天都是完美开始 艺人策略奏效 金可乘胜追击 透过旗下以光学竞价事业为主的东方光学 收购大陆太阳眼镜市占第二名的海伦凯乐 可望在品牌代工双引擎火力全开下 明年将全力进军日本 欧洲以及东南亚 各种对中国市场的预估很多 基本上我们的预估会比其他的市场的成长还要再高 金可积极打造眼镜王国 跟将与业绩前五大的销售网站合作 攻占虚拟通路市场 营运版图大金可加速扩充产能 强调未来每年新增产线都以五条起跳 产能年增至少一亿片 从这个使用人口的增加 跟长周期转成短周期这个动力 加起来是很大的成长 未来在高阶市场的布局会更完整 而生计古王精华目前产能利用率 依然维持在120%的饱满状态 加上库存水位相当不足 因此明年1月将先开出一到两条产线 明年上半年总计新增6到8条产线 约1.5亿片产能 富士学路关于台北报道